各位朋友大家好 之前和大家分享錄金鎖過去一年的基金的表現 今天就討論另一個平台富桃牛偶 富桃牛偶的選擇比錄金鎖多 不過之前有安聯每月的派息基金 只是在錄金鎖平台有 現在在富桃牛偶都有 100元港幣或100元美金就可以參與 我們看看過去一年表現最好的基金 我們從股票形去看 表現最好的是能源、天然資源、中東、北非 因為都是一些生產石油的國家 印度、世界金融、環球性品牌 美國房地產和台灣都做得不錯 反觀如果是股票基金做得最差 就是這隻公銀中國新興企業 另外能源轉型是一個新能源轉型 所以這隻摩根士丹尼美國增長基金做得比較差 接著都是中國、生物科技、新世代科技 即是一些不是大藍醜的科技股 美國優勢基金都是買中小型 即摩根士丹尼美國的團隊 都是以簡股中型的公司為主 所以在這次調整中的幅度比較大 大中華的醫藥都做得比較差 大中華的全線都做得比較弱 如果我們看看債券的表現 如果近一年來說 最好都是3.5% 即是環球高息債、高抵押 那些債券的基金 表現都是一般 最差的就是很差 大中華的高收益債券 中國的收益 亞洲的高收益 東亞聯峰之前是一隻很好的債券基金 表現都很差 都是亞洲債券 逆方大的亞洲高收益債券 亞洲債券整體都跌成 雖則跌5-6% 更強的跌20-30% 整體的債券表現 甚至美國特級、優級 優質 不是優級 我沒有讀錯 都是特優級 都是負數的 大部分 我們看看 就算PIMCO這些總回報 個案表現 比較平穩 都是有負數的 富難可能美國政府基金 是買一些美國政府債券為主 我們看看都是要跌的 例如紐約梅隆市政基建債券 都是負數的 所以就算我看看 債券基金 去年有正數回報 都是不多的 所以你說買債券 保本 其實已經沒有這支歌仔唱 如果大家買了恆大 世銘 富力 都哭得 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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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借了錢更糟 已經被人斬到一頸血 如果混合型 表現最好就是 盡利亨德森的平行基金 都是一些股債混合型 ESG多元資產 安聯的高收益 收益及增長 都是有正數回報的 那就是一年 有一些股債的差 亞洲那些比較做得差 為你 亞洲股債收益 都是做得比較弱 亞洲那些比較弱 美國那些比較弱 我們看看 剛才看一年 如果是近三年 富國的中國中小盤成長基金 都是一種非常好的中國基金 不過這是美元版本 神A股 貝萊德新世代科技 摩根的美國科技基金 都是做得比較出色 如果我們看看抗跌力來說 就是摩根的美國科技基金 以及富拿克林的科技基金 是做得比較 抗跌力比較強 當然升得多 也是調整得比較深 這些是比較合理 台灣有些都做得不錯 新能源 一些A股其實都做得不錯 中國的拉長力 有些還是在升 所以我們看到 美國那些 如果是三年或以上 其實表現還是不錯 所以為甚麼 就算建議大家去買股票 或者是平衡基金 都好 起碼有三至五年的時間 輸的機會就會小很多 有些朋友可能今年年後 買美國的股票基金 或者是買軍衡基金 其實都是要調整的 接受 沒有辦法 是比較辛苦 所以如果有些有派息 心理的感覺 就會多一點安慰或者安全感 即是沒有那麼害怕 如果價格下跌下來 一時升得很厲害 一時跌得很厲害 其實好像無所適從 都不知道怎樣處理好 其實都挺辛苦的 所以為甚麼 有些朋友都是買一些 有些股債運行 即是好像安聯那些 或者有些有息派的 股票基金 作為長線投資 起碼有些息收 或者是股息再投資 就可以倒均成本 和增加現金流 好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面加一條link 就是富途牛牛的開戶優惠的網頁 大家登入去到申請就有些優惠 大家詳情可以進去看 好 多謝各位